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哥 然后我今天继续玩这个QQ飞车手游 基本上是和网友一起开黑啊 这应该是个妹子 他的那个炫 最炫值都已经达到41 还是挺漂亮 他那辆车是白哥 我这辆车是那个抽奖抽出来的 就是那宝箱签到送的好像 鸡掌什么东西 鸡掌鸡蛋 是用的一个那个宝箱抽出来的天使之翼啊 不过都是体验卡 但是他这个体验 体验很奇怪啊 不像那个王子龙药那个皮肤体验卡 你要使用的时候才会用 他直接就是拿来好像就直接就开始计时了 拿来之后就是就是到一定时间 他就会直接没了吧 就是不能保存这个体验啊 就是比如说我先把那几个先体验完 这两天不是拿了很多体验的那个赛车吗 像那个大黄大黄蜂是吧 然后现在又拿了这个天使之翼 这还没有放还没有玩过来是吧 这个体验车就一大片 如果这个天使之翼也是个B级车啊 应该只是紫色而已 颜色变成紫了一样 然后其他的差不多啊 性能和那个感觉和大黄蜂没什么区别 还有那个可能手冲送的K24啊 这把和这个妹子开黑 那就是他这个前面啊 两个人玩这个游戏好像更更更合适啊 不至于那么容易碰车啊 那这边 跑完一圈都是他他领先我啊 然后这边然后又撞了好多下 然后这边有机会啊 准备找机会缓超就这一下缓超了 然后这个金字塔一定要往这里走快点啊 然后这边一定要调整调整位置方向 一定要那个口要对正 要不然就会飞飞歪掉啊 这边已经缓超他了啊 再一个拐弯 再来一个金字塔 这边金字塔再飞回 再绕一个过去之后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 决定胜户 决定胜户的一瞬间就在这里了 他这边好像没有我冲的快啊 然后终点就在那里 一下子就直接就最后一一瞬间啊 缓超他 前面都是他领先 其实刚才刚才还打了好多把 都是他赢 难得一一集 就包装下来 那我们本期就到这期 再见 欢迎大家的朋友 就是另外一个人 我会跟你说 其实这个天井姐姐也还可以吧 我们下次再见